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toolstream什么时候来调用 来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 魔术.php 保存 监口文号php 好 这里面我们写一个person 还是老规矩啊 老规矩 那么这里面我写一个属性public.link 创建一个对象 new 等于new一个person 好 那么对象也可以直接通过echo来进行打印 导致new 好 保存 那么如果当对象通过echo来打印的时候 它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第三个 你会发现它报错了 不能直接通过echo来打印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想打印怎么办呢 好 你就可以要写一个魔术方法 function叫做toolstream方法 这个函数呢 没有参数 你可以写一个直接retend一个字符串 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 我爱你中国 好 保存 来 小心 好 就打印出来了 那么这个字符串 它就会打印你retend的这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 你可以打印你这个对象的自己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现在我的name是小名 那么在这里面我可以打印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年龄 自己的性别 身高 都可以拼接成一个字符串来进行打印 好 这个就是有关这个toolstream 它这个方法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debug info 触发时机 当通过verdump 去一个对象的时候 去打印一个对象的时候 会触发这个方法 好 需要注意的是 该函数 需要返回一个数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debug info 我们先不写这个方法 我们这个对象呢 我们不echo了 我们要通过verdump 来到这 扭 保存 保存 因形 好 我们发现 这呢 打印出来是object 对象 然后有自己的这个属性 好 那么如果我的属性比较多 public 我只想让你给我显示age和height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写这么一个魔术方法 方形 叫做debug info info 这个函数呢 它要返回一个数组 好 这里面你写age 你写height 好 保存 你运行 你会发现 现在呢 它只打印出来你的age和height 到底打印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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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这儿 打印出来自己的h 在这儿呢 打印出来自己的h 好 保存 可以看一下 是吧 那现在都没有 它都是空 它都是空 好 你可以这么打印 你可以这么打印 来控制它到底 你想要到底要想 你到底要打印哪些信息 是吧 好 这是这两个魔术方法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再往下 扣方法 触发时机 当对象 调用一个不存在的方法的时候 会触发这个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呢 给注释掉 保存 我们先来写一个 方形 test echo 这是 test 方法 保存 那这 现在 这个person里面呢 它只有一个test的方法 这些方法呢 它都是魔术方法 我们是不能动的 好 现在呢 这里面只有一个test方法 现在我让 到这 牛 让它去 调用里面的demo方法 保存 那么现在这个对象 这个类里面呢 根本就没有这个demo方法 你怎么来调用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逆行 逆行 它会报错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这个方法 好 那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魔术方法 叫做 code方法 code方法呢 需要参数呢 这里面呢 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 第一个参数 是你这个函数名 第二个参数 它是一个数组 是你函数中参数 都被存放到这个数组中了 就是你传递的参数呢 都会被你 都会被你存放到这个函数中 这个数组中 好 你这写 到这 你这写 到这 在这呢 我们可以先 将这两个呢 给打印出来 先看一看 好 你保存 现在我们先不传递参数 那么现在呢 它已经不报错了 而且呢 这个函数 给你打印出来了 好 那下面呢 这个没有传递参数 所以呢 它是一个空数组 如果你给一些参数的话 好 保存 你会发现 过来了 过来了 好 这个就是有关这个 扣方法 扣方法 它的用途 当你调用一个 不存在的对象方法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调用这个方法 那么到我们写这个 数据后操作类的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到这个东西 我们通过一些 不存在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呢 对于用户来说 它是相对来说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么用户 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我在这里面通过去 拆分它的函数 名 然后得到用户想要的信息 那么虽然 你没有这个方法 我依然可以通过 扣方法 来捕捉你的信息 无论是你的函数名 还是你的参数 我都能捕捉到 好 这个就是有关这个 扣方法 那再往下呢 是这个 call static 那么这个方法呢 和上面这个方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 好 触发时机 当调用一个不存在的静态方法的时候 触发 只有哪儿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call static 是在调用静态方法的时候 那么call 是在调用对象方法的时候 那这里面涉及到 什么是对象方法 什么是静态方法 因为现在呢 我们还没有学习静态方法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暂时先不减 那么等到我们学习完静态方法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和上面这个呢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呢 稍微的 这个是调用对象方法 这个是调用静态方法 那么其他的参数呢 包括函数名啊 包括这个参数二 是数字啊 这些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儿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